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什么叫期权概念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把它渗透了 是吧 那我们现在让他们先正式登场一下 我们说了因为它赋予的权利是可以买资产 可以是卖资产 我们说实际上就有一个叫买权和卖权 是吧 那我们在一般的教科书上 我们把那个就是给你这个权利 以后是买资产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看涨期权可不是打电话期权 对吧 还有一个期权叫什么 看跌期权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put option 注意啊 就是因为翻译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证监会官方的翻译 我们是把看涨期权翻译成 认购期权 看跌期权翻译成 不是翻 不是 命名为 认估期权啊 就是这是跟香港市场保持了一时 那在很多教科书上 我们也是习惯把它称之为看涨期权和什么 看跌期权啊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想想看涨期权看跌期权是期权天然的两个分类 然后我们还说了期权它是有买和卖的 这样的话我们说实际上就是有多少个头寸的 你想想看是买期权 卖期权 还有什么买看涨 买看跌 卖看涨 卖看跌 几个 四个啊 所以下次如果交易期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看看你到底是买的是看涨还是看跌 然后到底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做多做空指的是你买卖权力的头寸的方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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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但是注意啊 我们画了两张图啊 以后大家会经常看到的啊 嗯 还有很多书上他们会画期权的盈利图是吧 什么什么profit 什么loss那个 但是我们标准的我们给大家画的是看涨期权和看涟期权的什么东西 嗯 你不喜欢你也得接受它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付是吧 支付实际上就是说你买入这个期权你能够获得的 啊 收益 或者是买入看涨期权能获得的收益和买入看液期权能获得的收益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图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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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好不好 啊 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 同学一开始最不喜欢的这个词就叫支付了是吧 哈哈哈 叫什么啊 不知道翻成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 看场期权是干嘛 是买了一个权利要怎么样 买一个权利去买资产是吧 那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以这个到期日 这个欧式期权为例的话 我们说实际上我们的支付是这样写的 那我问大家 他的支付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我们说不是你以这个 在未来的时间以某一个确定的价格 我们说确定的价格就是什么东西啊 对就是我们的执行价格 那我问你对一个 你买这个看涨期权来说 什么是你的买价 这个K是你的买价 那ST是什么 ST是终端时刻的资产价格 所以你获得的收益 必然是它的取证 因为如果要是ST比K小的话 你会不会行权 不会 当然我们在这张图里面 有没有考虑期权费啊 没有是吧 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换过来 那如果是看涅期权 它是什么样子的 看涅期权 那这时候K也是你的执行价格 只是K这个执行价格变成了你的 卖价 是吧 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以股票为例 比较简单一些 那现在我要问你 我画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支付的曲线 是期权的多头还是空头 多头 是看涨期权的多头和看跌期权的多头 那现在我要问你 你给我想一想 看涨期权的空头的支付是什么样子的 空头 怎么样的 就这样的是吧 往下的 那这个呢 就这样 这样下来的 是不是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 如果从这张图上看 我们说买入看涨期权 哇 盈利是无限的是吧 那如果是要是看跌期权呢 底下就是万丈深渊了 是吧 他他挣什么东西 挣期权费嘛 是吧 同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对称的 当然大家都很习惯于理解的时候 很习惯于 怎么说呢 就是买权 是吧 看涨期权 对看跌期权呢 不是很熟悉 另外我们这学期没办法给大家讲了 就以后我们慢慢研究的时候 会发现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是 不太一样的哈 那从刚才那个支付 你能够我想一下 你看一下 他们他们俩 同学说不一样反过来了 是吧 打个比方啊 你看 这个是什么 终端的股价 它可以花花涨 是吧 茅材三百五百 是吧 那那这个呢 跌跌跌跌到什么 跌到零 是吧 我们说有没有说哪个股票 说不能超过两千五啊 是吧 那这个说 能跌到负的吗 不能 从这里面你能不能感觉到 就是涨呢 这个价格是没有封顶的 但是跌呢 它最后能跌到哪 跌到零 是吧 所以能不能感觉到不一样 当然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差别 还远远不止这一点点哈 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研究 会发现他们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哈 那刚才我们讲了天然的一个分类 一个叫看涨期权 一个叫什么 看跌期权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以后我们打开那个行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一定是分成两类 这边是看涨 这边是什么 看跌哈 那我们刚才说了期权在有效期内实施 我们说这里面就是 既然你是个期限 这个实施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你可以在期权的有效期 结束到期日的时候实施 我们说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个权利能不能卖很多钱 不行 因为整个期权的有效期这么长 你只有什么时候你这个买方花了钱才能出手啊 到期日对吧 那我们说既然这样的话不太好 那我们说能不能给我们多点的自由啊 是吧 在期权的有效期内处处都可以实施 我们说这样的话 期权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自由度 对买方来说 当然卖方他卖权的时候要求更多的钱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说了 那想一想 是不是美式期权 他处处可以实施 而欧式期权只能到期日实施 从而使得美式期权天然的 应该比欧式期权贵 对不对 一个只能到期日实施 一个再到期日的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实施 那当然了 因为买方拥有更多的权利 是不是 但是要小心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这个期权的买方 他虽然有这样一个有效期内处处都 美式期权 他有这样一个权利 期权的有效期内处处可以实施 但是他出于某种考虑 理性的考虑 他只有认为在到期日出手的时候 对他才最有利 那这样的话 你说他会不会为那些 他不可能出手的 那个前面的那些日子付费 不会 那这时候我们说 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 他们的价格就应该相等 这个留在我们以后的学习 所以我们说美式期权 如果你非要说欧式期权 美式期权的价格 应该是大于等于欧式的 那当然这里面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个梗 就是打开那个妙福蛋糕 是吧 到期日 欧式蛋糕 记得欧式蛋糕 只能在什么时候吃啊 到期日的时候吃啊 那美式呢 我们说美式非常自由 太太期权的有效期内 处处都可以实施 那这是第二种分类 看长看跌 完了美式欧式 其他还有很多我们不说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其实更常见的一种 把它称之为标底资产 股票或者股票类的 还有指数期权 还有外汇 还有利率 还有我们的期货 那我们现在有谁了 我们有了股票期权 我们有了期货期权 这是几大标底资产 我现在列的 五大 那我们说了股票 我们都觉得很亲切 随便一想 我拿K去买 K是执行价格 我去买什么 买股票啊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 一个思考题了 如果这个期权的标底 是指数 这个买了一个指数期权 这个买方怎么样行权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利率期权的 标底资产是什么 来张亚星 我先来给我回答一下 不知权就是 以事先 行权方式应该就是 以事先约定好价格 如果卖出 基于 指数那种成分股的 这样一个标顶物 好像利率期权的标底资产 就是应该是 一定面额的利率工具 像国库券 政府债券这样的 来坐下啊 大家听清楚了吗 我们先说这个指数 期权啊 刚才说了应该买什么 张亚星说应该去买那个指数 对应的是不是 成分股 是吧 那我给你说一个啊 现在我这个指数是两岸三地消费者 和信心指数 来 买什么 所以刚才实际上我们说 指数期权 它的标底资产是指数 对吧 那指数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说指数就是那些点 是不是 那实际上那些点是不能买卖的 但是我们说那些点是有乘数的 所以指数期权实际上最后是 你的到期日的指数和你的执行价格的指数的点的差 乘上点的乘数 一个点值75块钱 你就乘75 乘是25 你就乘什么 25 所以注意啊 指数期权 跟它对应的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同学如果想的话 就是老师刚才说了买卖 那个股票期权买卖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是买卖股票 是吧 所以我们把那个称之为实物交割 那指数期权 它没办法实物交割 因为它的标底是个虚拟金融工具 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 只能现金结算 那现金结算作为指数 它特有的就是一定要赋予 每一个指数的点以乘数 对 现在知道了 怎么行全了吗 现金结算乘以乘数 对吧 跟它对应的没有关系 不要人为的把它加成 它理解成什么股票啊 什么什么 没有哪些东西 那刚才那个利率期货的标底 张亚生基本上是说 对了啊 就是但是大家能不能想到 就是利率期权的标底 可能要在利率敏感性工具里面 还有一些 它可能是什么敏感性工具 它可能是一个存款 它可能是个贷款 它可能是个债券 甚至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利率 明白吗 嗯对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在别的课程里面老师说了 什么利率顶 利率底 在一些混合金融工具里面 它有些条款 那个利率顶也好 那个利率底也好 都是典型的这个利率期权 当然我们没办法在那给大家讲 其他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指数期权 是什么东西 现在几大类了 来回忆一下 看涨看跌 是吧 或者叫认购认沽 还有什么 欧市美市 还有我们的按标底资产分类的 嗯